Hello,大家好,我是阿阳 还记得我身后这个蓝色的大门吗?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又到了这个大树的养鸡场 咱们一来看看这个大树这里边的麻犬 大树这里边的麻犬 上次给大家拍的话,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是大树的养鸡场 这边都是养的都是鸡 咱们重点来看啊 那几条五六个月的全部都卖掉了 现在大树这边就剩两条黄色的麻犬 这条是一条公犬 现在一岁,刚一岁 个头非常的大 个子也非常的高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条总共 现在一岁了 整体来看的话还算可以 这是一条黄色的种母 这是大哥自己留的 现在有七个多月 咱们重点来看这一窝小麻犬 一窝小黑马 这窝黑马现在有四十多天了 整个品相来说的话 非常的不错 黑头黑胸的 现在我估计啊 也就是在六七斤左右吧 也就在六斤左右 整体来看的话 这种麻犬还是不错的 有几条戴白胸的 都是胸口戴了一点点 几根白毛 这个真的不影响 大家都知道麻犬还是我经常说的 麻犬玩的就是他的性格 颜色是其次的 那么有的人比较战乎啊 比较在乎他的挂白胸啊 你看前面这个还有戴白爪的啊 这个说实话 长大就不太明显了 这个有啥说啥的 养过狗的人应该都清楚 长大的以后就不明显了 那么这部麻犬的话 整体来说的话还算可以 那么咱们话不多说啊 直接让大哥啊 直接给咱们装笼子 来 让大哥直接啊 把这狗都给咱们装进笼子里边 咱们直接给大哥拿走 哇 看到没有 个头啊 个头很大啊 不是很小啊 里边有一条两条 是个头比较小一点 其他的都非常的大 那么这部麻犬 我刚才和这个大哥聊了一下啊 要价是500一条 价格的话 我感觉还比较合适吧 毕竟麻犬养到这么大 而且也做了一阵一秒 我感觉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一般拿狗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我都会来养着户家里边拿 第一个狗非常的健康 哇 慢点慢点慢点 第二个的话 没有上过狗事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是一手货源 没有什么差价 哇 大哥啊 大哥下手有点狠 硬往里面挤 慢点大哥 轻点 一共有七条 最终麻犬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拉回去 因为麻犬在这个笼子里边 非常的小 非常的挤 咱们就节约时间吧 好 今天啊 这部麻犬就带来看这里 好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